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经文是 路加福音21章第5节到第9节 讲的是 电语不可依靠 路加福音21章第5节 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贡物装饰的 耶稣就说 无论你们所看到的这一切 将来日子到了 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 不被拆毁 他们问他说 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事呢 这事将来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说 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 说我是基督 又说时候尽了 你们不要跟他们 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 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 只是末期不能立刻就到 主借着一个寡妇在圣殿中献上两个小钱 向众人显明了神所看重的 可惜有些观念早已经深入人心 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 再接下来就有人因为看到了圣殿的宏观壮丽 不知不觉的就赞叹了起来 而且按照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记载 这样讨论的人 很可能就是门徒们 如果主自己的门徒都无法跳脱 宏伟的圣殿就代表神的伟大的话 那么别的人会有这种想法 也就不足为奇了 直到今日许多基督徒 在看到宏伟的大教堂时 也都不禁会伸出一种崇敬的想法 但是你们要知道 今日的大教堂再大 也比不过当日圣殿的辉煌光景 我在1997年到过耶路撒冷 看见过那个比台北中正纪念堂 还要大上许多倍的圣殿山 我可以想象在当年 圣殿还金碧辉煌时那种感觉 但是后来当我登上高山 远眺看见天地为灵时 也忍不住 这才是神的帐幕 人间哪里有建筑物配给神做居所呢 正在这个时候 神用他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 天是我的座位 地是我的脚垫 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语 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 听到这句话 我立刻就知道 自己是错的何等离谱 想将神限制在天与地之间 又哪里能够呢 如果天地都不能限制住神 那么殿语不管多么宏伟壮阔 多么金碧辉煌 又哪里能集得上神的万万分之一呢 而我们人却将我们的信 投聚在这些有限的东西上面 例如这间教会里的会堂好大 那么他们一定是蒙神祝福的 这就是那时候讨论 圣殿宏伟和金碧辉煌的门徒 心里是在想的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人的重视 在这种地方 侍奉神呢 所以这个时候 主一定开口再提醒他们 虽然在十九章中已经提醒过了 他要再说 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 将来日子到了 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 还留在石头上 不被拆毁的 表示这个地方 根本不是神所看重祝福之地 你们若是在殿中侍奉 将来恐怕和这个殿一样的下场 圣殿虽然坚固巨大 也经历了好几千年的历史 但是圣殿依然不是永恒的 而神与神的儿子才是永恒的 是不可毁坏的 如果我们要投放我们的信心 我们不能投放在那可朽坏的人 或者是物质上 而应该将之投放在神的儿子身上 在稍后的经节里 主还要预言 这个圣殿是如何的被毁坏 他要提醒那些 在他心目中比圣殿更宝贵的人们 要让他们在圣殿的末日来到以前 也就是耶路撒冷的末日来到之前 会看到有哪些预兆 而他们要看到那些预兆 就得以快点逃走 因为他们活在世上 还有神的执意要去执行 这些我们下次再来讲解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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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